在宇宙深处的黑暗中 航海家1号悄然传回一条不寻常的讯息 这条跨越上百一公里的无线电数据引起了美国航天局NASA科研团队的极大关注 因为其中包含的内容与过去的传输模式存在明显差异 不久之后 探测器的运行状况急剧恶化 甚至出现了彻底关闭的警示 这一场现象让人们不得不思考一个核心问题 在航海家1号所处的星期空间 也就是太阳系边缘以外 人类从未识地探测过的领域 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不可预知的变故 于是 一些令人震惊却又不无道理的疑问浮现 难道我们真的收到了外星文明 对那张随探测器一同发出的航海者新唱片的回音 或者更加令人不寒而栗的可能是 探测器在深空遭遇了未知力量的拦截 被非人类智慧劫持后 正被反向引导回地球作为一种宣战的信号 如果您渴望了解航海家1号在近年遭遇的那些离奇又令人忧心的技术事件 那些让太空科学家与航天工程师们彻夜未眠 始终保持高度警觉的细节 请务必继续观看本片 直到最后一个字节的揭示 在这项人类历史上最悠久 运行时间最长的深空探索任务中 航海者计划的工程师与科学人员从未有过清闲的失望 任务的复杂性和意外频率是他们始终处于紧绷状态 面对一个接一个超出设计预期的挑战 自1977年升空以来 这对孪生探测器已在浩瀚太空中航行于47年 他们不仅穿越了木星 土星等距行星轨道 还首次进入星际空间 为人类带回来自太阳系边界以外的前所未有的数据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两位太空老兵的技术状况也愈发堪忧 频繁的系统故障引起了越来越多工程师的技术干预 为了让探测器持续运行 美国也航天局的地面团队不得不一次又一次 动用工程上的巧思与创造力 以应对那些频繁出现的机载电脑程序紊乱 推进器组结老化 以及指令传输中断等多重技术难题 事实上信号失联这种对任何太空任务而言 都堪称危机的状况 对航海者号来说早已成为几乎常态的挑战 然而令人惊叹的是 尽管设备早已超过预期寿命数倍 但至今为止 NAS的工程专家始终能够在关键时刻 绕出修复办法 以巧妙手段延续这项化时代的星际探索工程 使其保持运行成为人类太空史上最长寿 且仍具科研价值的深空任务之一 延长探测器的剩余寿命 NAS在近年来实施了一项极其严谨的杰能策略 这一策略涵盖逐步关闭非必要的科学仪器 调整电力分配机制 以及对系统运行频率进行细续调控 所有措施的核心目标只有一个 维持最基本的数据通讯与导航功能 哪怕仅仅多维持一天 也可能带来珍贵的星际数据 虽然航海者号探测器历经近半世纪的宇宙航行 仍能维持核心功能 堪称人类冷战时代科技巅峰的象征 但遗憾的是 就在几周前 又一场突如其来的故障袭来 打破了短暂的瓶颈 为这项早已超出设计寿命的任务 在添一笔令人担忧的变数 这次故障的核心问题 出现在控制航海加一号姿态方向的关键推进器系统中 这套系统的正常运行队 确保天线精准对准地球至关重要 是探测器能否维持通讯的生命线 这些被称为姿态维持推进器的喷嘴装置 其任务是定期微调探测器的位置 确保高增翼天线始终精确锁定地球方向 这种连续的姿态控制 对于实现远距离数据传输至关重要 否则稍有偏差 信号就会永远消失在寂静的宇宙中 这里所说的遥远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距离 而是以天文学计量单位才能准确描述的尺度 航海者一号 此刻正远离地球超过250亿公里 是有史以来人类制造的最远航行的物体 自1977年发射至今 航海者一号已花费将近半个世纪穿越整个太阳系 其总形成达到惊人的250亿公里 相当于地球与太阳之间距离的160多倍 而它目前的飞行方向正引导它深入星际节制 进入一个人类从未触及的宇宙区域 由于电磁波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为光速 尽管已是宇宙最快 但在这种规模的距离面前仍显缓慢 目前从地球发送一条指令 到达航海者一号大约需22小时 而探测器的回应在回传地球也需相逢时间 整整44小时的往返 使每次沟通都充满时间差与不确定性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 探测器系统各项功能运行正常 天线准确对准 升空网路无干扰 但在这种技术接近极限的环境中 任何一个细节的偏差都可能导致通讯链路中断 或信息丢失 除了控制整体姿态的主推进器系统外 航海者一号还配备了一套精密的滚动推进器 共四组专门负责探测器绕起纵轴 也就是滚轴方向的姿态调整 这种微调确保仪器与天线 保持在三维空间中的最优定位 是整艘探测器正常运作不可或缺的一环 这些推进器的触发机制基于姿态控制与星点侦测系统 AACS 每当系统侦测到与参考恒星之间出现角度上的细微偏移 就会立即启动滚动推进器进行校正 确保探测器不会在无声宇宙中慢慢偏离方向 考虑到任务的超长期性和升空环境的不可预测性 航海者一号在设计初期便充分采用了冗余设计原则 包括这些推进器在内的关键部件均摄有备用系统 用已在主系统发生损坏或性能退化时迅速切换 以保障探测器的持续运行能力 正常情况下地面控制中心会以数年为周期 定期将推进系统在主用与备用之间轮替使用 这不仅是延长推进器寿命的策略 也有助于防止推进器 有在过长时间为使用的管路中因冷凝沉积而造成堵塞 确保整个姿态系统的流畅度 因为在升空极寒环境中 即使是微量的燃料残留 也可能在管路中缓慢结晶 最终堵塞通道导致推进器失效 而在距离地球数十亿公里之外 任何硬件维修都是不可能的 因此预防堵塞几乎是工程上的唯一防线 但问题也正出在这里 自2004年开始 航海者一号变引主推进系统的加热组件出现严重故障 被迫长期依赖原本只是临时应急的备用推进器运行 长达20年的单一系统使用超出了其最初设计寿命 也使整个姿态调整功能面临不可逆的老化风险 当年的技术诊断显示 主滚控系统中的推进器加热器模块在冷却后无法再次启动 而这项故障一旦发生 将导致喷嘴被冻结 染料无法顺利点燃 因此NASA团队不得不在权衡风险后 永久性的切换至备用系统 放弃对主系统的任何激活尝试 然而这套使用了几十年的备用推进系统 其内部燃料通道如今已严重堵塞 根据推进系统压力与温度分析预测 如果不采取干预措施 最迟在2025年秋季 这些喷嘴将彻底失去功能 使整个滚动控制机制陷入瘫痪 等同于宣布任务终止 必须清楚认识到 这不仅仅是技术性的问题 它代表着航海者一号四十多年旅程 可能就此画上句点 象征着专家漫长年累月守护的数据员即将熄火 也意味着人类与星际空间之间最远的联络点 可能从此沉寂 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与时间的赛跑 但面对逐渐关闭的大门 NASA的工程师团队没有选择束手待毙 他们毅然决定采取一次高风险的尝试 尝试重新启动 早在21年前就已宣布报废的主推进器系统 期望它只是因当年的加热原件亭摆而非系统性损毁 这将是一次对硬件极限的考验 也可能是延续航海者生命的唯一机会 他们的技术假设是 2004年系统关闭时 喷嘴本身仍保持完整 只是由于控制加热系统被迫断电 导致关键部件因低温冻结 从而误判为永久损坏 若这个假设成立 那么只需重新启动加热模块 就可能令推进器系统复苏 再次恢复操作能力 也就是说 只要能够重新激活当年的加热开关 就有可能使主喷嘴 重新升温解冻 从而使整套主管控推进系统恢复工作 这操作不仅关乎自带控制 更是整艘探测器保持信号连纹 与方向精确的关键 然而这一决定并非没有代价 在如此高龄与升空极端条件下 对老旧组件进行重新激活 充满了高度的不确定性 与技术风险稍有差池 后果将不可收拾 特别是 在加热器启动与喷嘴准备阶段 若因系统响应延迟 或探头位置偏移过大 机载导航程序可能会误判航向错误 从而触发紧急的姿态修正程序 引发推进器自动点火 而此时若系统尚未完全解通 后果将十分危险 更严重的潜在风险在于 若喷嘴的强制点火 而加热器尚未充分运作 喷嘴内部依旧处于结冰或堵塞状态 就可能导致推进系统内部气压骤增 从而引发结构性破裂甚至爆炸 这样的事故不仅会彻底摧毁姿态控制系统 也可能搏击通讯模块与科学仪器 导致整个探测器功能全灭 仿佛推进器失效的潜在危机 还不足以令人焦虑 只想阿萨工程师们 还必须面对另一个迫在眉睫的难题 时间压力 它们不仅在于硬件老化作战 更在于倒计时本身赛跑 每天的延误都可能让原本脆弱的系统 永远失去重启的可能 根据系统分析与推进系寿命估算 燃油管路的阻塞进程将在2025年5月上旬 进入不可逆转的阶段 因此推进器的重启作业姿态控制系统 必须姿态控制系统在最迟5月4日前完成 否则备用系统将彻底失效 主系统若无法恢复 那么航海者一号将从此失去姿态 调整能力直至失联 然而 这一次的障碍并不来自探测系本身 而是发生在地球端 作为航海者一号与二号的主要通讯节脸 澳大利亚坎培拉的姿态控制系统 深空站43号天线姿态控制系统一个 专门用于深空任务的大型射电望远镜 计划于2025年春季进行必要的升级维护 并因此面临数月停运 若错过这一空档 地面控制将无法发送重启指令 这座直径70米的巨型炮物面天线 属于NASA的深空网络系统之一 负责接收来自太阳系边缘和星际空间的微弱讯号 由于其设施老化 已排定于2025年5月初起进行数月的硬体升级 与重新校准 这业着在此期间 它将无法用于航海者通讯任务 必须提前发出所有关键指令 深知形势紧迫的NASA任务 控制中心决定不冒任何时间上的险 他们在2025年3月20日 距离通信窗口关闭还有一个多月时 提前向航海者一号发送了重启指令 这是一项高风险操作 一旦失败可能永远无法修复 但若拖延至地面天线停摆 则将彻底失去操作机会 在指令发出后 工程师们经历了长达44小时的漫长等待 因为从地球到航海者的讯号单程 就需22小时 再加上回船时间 这几乎是两天的技术煎熬 当数据终于返回地球并成功减码后 所有人屏息以待的奇迹出现了 状态报告清楚显示 主滚动推进系统成功重启 数据不但确认推进系统重新上线 更关键的是加热器的温度明显升高 表明其内部组件已成功解除冻结 恢复工作 这套沉睡了21年 原本被判为死亡的推进模块 静其G般恢复生机 为整项任务注入新的希望 随后进行的系统切换 也完全按照预定程序顺利完成 这不仅意味着航海者一号得以继续维持其三轴稳定姿态 更标志着此次高风险操作已完全成功告终 它不仅挽救了探测器 也为NASA在太空任务史上再次写下一个 充满胆识与工程智慧的奇迹 不过我们不应忘记 那些曾一度令人困惑的信息 那些由探测器发回 充满乱码与逻辑混乱的资料 正是这段惊心动魄救援故事的起点 值得强调的是 航海者一号诞生于一个连聚能手机 WiFi与笔记本电脑都尚未问世的年代 依靠上世纪70年代的计算机与模拟电路 却能在2020年代仍维持运作 这本身就是人类工程史上的一座丰碑 迄今为止 人类制造的任何探测器都未曾飞得如此遥远 航海者一号和二号如今穿行于星际空间 也就是太阳系外源与银河介质之间的区域 它们发挥的数据往往包含极为罕见 前所未见的物理现象与历史讯号 因此具有高度独特性与科学开创价值 在整个天文学和航天工程领域 都被视为无可取代的星际千少 然而就在这项任务持续带来科学惊喜之际 事态突然出现转折 原本井然有序的遥测数据 突然被一连串毫无逻辑 完全无法解读的乱码所取代 这些数据碎片不仅不符合任何已知的科学规律 甚至连基本的通讯格式都遭到破坏 这一切迫使NASA必须面对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我们还能信任航海者发回的讯号吗 当人类最遥远的机械使者 突然开始向地球发送完全无法解析的讯息 甚至报告出当前位置与实际轨道 完全不符的奇怪定位 这种通信混乱 正是NASA早在三年前 就在理论层面担忧过的极端情况 如果系统只令逻辑紊乱 未止资料是真 那么控制中心将失去对探测器的信任基础 面对这种严重的数据异常 NASA的工程师 首先将目光锁定在姿态绞结与控制系统上 这一系统负责判定航海者 在三维空间中的位置与方向 并协调天线对准 推进器点火的核心操作 是任务维持正常运作的中枢神经 在进一步诊断中 姿态控制系统确实传回系统异常的状态 但令人困惑的是 除了这个子系统外 探测器的其余部分 包括科学仪器 能量管理单元 以及基本的回应机制 一切照常运行 正局务性失控 而非全系统崩溃的情况 反倒让问题显得更加扑朔迷离 更奇特的是 尽管姚色数据混乱 航海者一号的科学仪器 依旧稳定工作 持续从星际空间收集粒子流 磁场与宇宙射线等数据 并且还能接受与执行 来自地球的远程命令 这种部分正常状态 本身就是一个技术谜团 也打开了种种非典型假设的可能性 这时一个合理怀疑是 是否航海者的高增翼主天线 以偏离地球方向导致信号内容受损 毕竟在宇宙中 哪怕几度的偏转 都可能使信号穿越地球 而无法被捕捉 但工程师通过分析 无线电列路信号强度发现 主天线仍然精准指向地球 其信号的衰减与延迟 完全符合理论预测 因此这项猜测被迅速排除 也就是说天线对准并无误 问题必然存在于数据生成或处理过程 接下来的几周里 NASA团队展开了一场信息解剖战 最终一项出乎意料的发现揭示了问题真相 数据本身并非来自错误系统 而是被送往了错误的输出通道 与此同时 会员网论坛和太空迷社区也未曾闲着 各种猜测 理论 甚至阴谋论迅速在社群中蔓延开来 有人认为这是一场系统性故障 也有人推测可能是太空粒子干扰 还有极少数人提出了最大胆的假设 航海者是否可能接收到外星文明的信息 或者他本身被在编程 值得一提的是 航海者一号与二号不仅仅是孤独飞行的科学平台 它们肩负着更深远的象征使命 它们携带着人类文明向宇宙发出的第一份自我介绍 这正是被称为航海者金唱片的信息载体 一张同志杜金的模拟唱片 内涵地球文化的代表性印象 75种语言的问候 动物叫声 自然音景 以及巴赫与贝多芬等音乐大师的作品 只在想可能存在的外星智慧生命 展示地球的声音与面貌 然而后人开始反思 这种主动暴露我们文明坐标 语言结构 遗传构造和情感特征的行为 究竟是大胆又聪明的和平姿态 还是可能引发灾难的轻率举动 我们是否过于理想化的假设宇宙中的高级智慧 也是友善于理性 起初 这张唱片的设想并非为了史智通信 而是一种象征性的文化展示 像若有朝一日被外星生活所识获 它们能借此一窥地球生命的形态 与人类社会的多样性 但这背后隐藏的哲学与伦理问题 却远未得到公实 正因如此 许多天体物理学家与哲学家质疑 在人类上 无法掌握宇宙其他智慧种群 行为模型的前提下 这种单上度的信息 释放是否过于天真 甚至可能给我们带来 无法预料的后果 是否应主动向宇宙发送 人类坐标语信息 一直是学界争议不休的议题 众多专家对这项宇宙广播 持保留 甚至反对意见 他们主张在无法预知 对方意图前 谨慎沉默 或许才是更理智的策略 正如以雇物理学大师霍金 所警告的那样 主动向宇宙中发送信息 是一项潜在的自毁行为 他指出 与其幻想外星文明 会像科幻作品中那般友好 倒不如假设 它们更可能如地球早期的殖民者乱 是资源为目标 对落后文明毫不留情 最终可以松一口气的是 航海者一号传回的那些令人费解的乱码数据 并不是什么隐藏的外星加密讯息 更不是我们幻想中宇宙宣战书的开场白 它们并非敌意的迹象 而是源于内部系统的逻辑混乱 一种在高龄设备中并不罕见的故障表现 那么这一切的谜底究竟是什么 是什么让一台原本运行正常的探测器 突然发出错乱的数据 并引发全球猜测 背后的真相比人们想象的更复杂 也更具工程价值 首先 经过一连串严密的谣测分析 与系统自诊断 NASA的工程师确认 航海者一号的姿态控制系统本身 并未真正损坏 他依旧可以判断探测器方位协调推进动作 整体功能维持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但他们也发现了一个极为关键的一场点 姿态控制系统错误的尝试 将谣测数据传送这一台早已数十年 被使用且状态未知的过时机在电脑 这台系统在航海者设计初期就被列为备用路径 但由于常年为取用 内部存储模块早已严重退化 这一错误路径造成的后果 是摇测资料在转易阶段被打包进错误格式 如同一封信被装进无法开启的信封 传送过程没有中断 但内容在接收端变成了支离破碎的乱码 这种假正常反而更加干扰了地面工程师 对问题根源的判断 在最终定位到这个数据物头问题后 NASA透过深空网络的强烈无线电链 录像航海者发出一项精准指令 将数据输出路径有错误的 就是子系统切换回主系统的主控单元 即那台仍处于稳定状态 用于处理科学任务的现代化基赛电脑 这项精细操作最终取得了圆满成功 来自航海者一号的回传信号 恢复了完整清晰且可解读的格式 所有科学仪器的读数姿态报告 电力状态以应俱全 专家们再次握有对探测系健康状况的 摇杆视野宣告危机初步解除 尽管数据恢复成功 但工程师们并未松懈 因为尚有一个未解之谜 是什么原因导致姿态控制 系统自行切换了错误的数据传输路径 这一切究竟是随机故障 还是更深层的系统退化征兆 具体而言 为什么姿态控制系统会突然尝试使用那台 早就被封存的基在子系统进行资料转发 这不是程序设定的默认行为 也不是曾经发送过的指令逻辑 这种逻辑漂移可能意味着更为复杂的问题 正在悄然形成 最初 NASA的工程师团队只能依赖过去的经验与逻辑 推演来猜测 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他们怀疑可能是内存错位 电路老化或电荷积累造成随机位反转 也就是所谓的单粒子反转现象 特别在高能宇宙射线频繁的星际控制线中极为常见 一种技术可能是 某个相邻控制单元的晶片在运行中遭遇粒子穿透 无误触发了指令跳软 使姿态控制系统错误的接收到数据路径变更的夹指令 这种微型错误虽肉眼难查 却足以造成整套窑测流程的混乱 经过更深层的系统追踪 团队最终将问题定位值 飞行资料子系统SDS 这是一台负责将原始科学与工程数据打爆编码 加上时间戳 并送往通讯系统的核心计算分块 也正是这个系统在内部逻辑结构中发生的偏移 技术团队通过诊断软件发现 该子系统有大约3%的能力损快 存在永久性读写错误 这些损坏可能来自数十年累积的辐射伤害 亦可能源于单一晶片的结构性缺陷 NAS推测 这个小小的缺陷可能正是触发整场通讯危机的源头 这段航海者一号的技术险境不仅是一场工程上的奇迹修复 更是一面照出人类探索精神的宇宙镜子 如果您希望继续追踪人类如何在星际边缘与宇宙极限较量的故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每一次升空通讯背后都是工程智慧与科学短识的结晶 未来航海者仍将远行 而我们也会在这里继续讲述属于他们的传奇